吃甲鱼咯 大家好,我是先吞声说,今天在市场的狗人脸的大甲鱼,看,皇爷的好,我们今天做个浑烧甲鱼,现在把它处理一下,让甲鱼处理起来有点涮心,我们就不敢试了 处理好的甲鱼,用开水把它去摊一下,把甲鱼身上的这层毛给它撕下来,这毛全身都有,都给它撕干净了,现在把甲鱼它可取下来,把甲鱼的内脏给它拔出来,这甲鱼挺皮的,把这油脂给它取下来 吃起来就不腻了,这油脂肯挺多的 处理好的甲鱼,把它洗干净了 把甲鱼剁小块 锅中倒适量的油 油脂倒入甲鱼,爆出香味 香味爆出,倒入酸鱼 炒到焦化长,把它们捞出来 煎到油脂肪 煎到油里面,倒入甲鱼 慢慢的把甲鱼煎一下 翻个面,把甲鱼里面都煎黄 甲鱼煎到油脂肪 倒入酸鱼 再来点我的老酒 盖上鱼子,摸一会 这个过程能很好地取出甲鱼的腥味 现在倒入开水 倒入我们炸好的煎蒜 再放点小酥和辣椒 火加上,把甲鱼炖烂了 甲鱼已经炖到差不多了,把葱姜捞出来 现在开始调味 先来点羊,白糖 再磨点黑胡椒糊 炒了点老抽调个色 再来点蚝油增香 现在给它大化熟汁 炒汁出锅 出锅 来点萱菜 酒刀上 来,伯伯伯伯,吃春冰 这好吃的很 好 这春冰上热得很 这东西全是浇药荡白 吃起来就是好 这东西吃起来鲜得很 来个驾鱼腿 这驾鱼没得好 来点驾鱼汤泡饭 这是驾鱼泡饭好吃的很 再来一块,再来一口吃 蘸的肉一蘸的肉都不需要哦 嗯,好吃 吃好了 吃好了